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备受争议的地质遗迹 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认知历程 半个多世纪的论战 黄山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去 敬请收看中国地理探奇 1936年 李四光到黄山考察之后 发表了名为 《安徽黄山之第四季冰川现象》的论文 这篇文章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 一时间引起了不少中外学者的注意 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考察之后 更是为之大家赞叹 可是 在多年之后 李四光在黄山上的发泄 却在科学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意见的分歧 甚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发展成了一场在黄山的大论战 那么 李四光在黄山究竟发现了什么 是什么引发了人们持久不休的论战呢 黄山 位于我国东部的安徽省 最高的山峰海拔一千八百七十三米 它是否真的存在第四季冰川遗迹 将为人们进一步认知 第四季冰川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发育情况 了解古环境的变迁等重大科学问题 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跟随黄山地质调查院的王院长 我们决定去看看 这些科学家为之争论不休的地质遗迹 这就是李四光先生最早发现 黄山第四季冰川遗迹的 最早的一个证据之一 就是子光阁 游行谷 这个游行谷两笔很光滑 比较斗子 之所以被称作游行谷 是因为山谷的外形 与英文字母游十分相似 那么这样的游行山谷 跟冰川又有什么关系呢 冰川在山体上 沿着一个泼面形成之后 它总是要随着它的重力作用 向下移动 这样移动的话 它就会在这个山体当中 滑出了一个两侧比较陡 而这个底下比较宽阔的那么一个游行谷 在它的底部其实是一个V字形的缺口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看上去的 这个底部有点像V型谷的底部 如果是这个底部把它看成是 最近冰川活动以后 这个一百多万年来的 那个夏天之中形成的以外 如果把它填平 我们想象把它把这个十几二十米高 把它填平 还是很像一个游行谷 王院长告诉我们 这个V型的缺口 正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反对冰川论的人认为 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游行谷 可是持冰川论的人却认为 这可能是在游行谷形成后 多年来受山谷水流的侵蚀作用形成的 那么究竟这个山谷的形成 与冰川活动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当年李思光先生 在考察紫光阁幽星谷的时候 还有另外的发现 跟随王院长 我们来到了幽星谷的下方 这就是利马桥冰川擦痕 就是李思光最早发现的一个冰川 第四季冰川活动的证据之一 它是什么形成的呢 它就是冰川向下运移的过程中 就是冰川里面携带的石块 以这个山谷的壁进行摩擦 运移的过程中 并让摩擦磕流下来 一流下来 冰川在运动过程中 往往会携带一些坚硬的岩石 一起运动 当他们与山谷的骨壁相摩擦时 才会产生一些明显的擦痕 可是针对这一现象 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您正收看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因为我们说 这个冰川的擦痕的话 它是在冰携带着这些石块 在向下运移的过程当中 对于山的两侧在摩擦 这时候让它形成了一些镜面 而这个断层它也在活动过程当中 可以形成一些擦痕 而断层的擦痕 它的这个镜面和冰川的这个镜面 它是摩擦出来的镜面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点上应该说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它这个特征 像冰川上的那种擦痕 不是很典型 但是你也不能说它一点都不像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分歧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 黄山第四季冰川研讨会上 一位冰川论的专家提出了打枝木架 上到擦痕边上 近距离观察研究的建议 他们也搭了个架子上去了 这个一上去上去 我们远处这样看过去 它这个擦痕还是近水平的 这个搭线上去一看来 还一定没必要向上敲 就是想被那个飞冰川那种 就抓住了这一点 因为冰川上是中立作用性 中立作用性的运移 中立作用性的运移 它这个擦痕应该是向下的 它这个地方怎么有点向上敲 进水平然后有点带向上敲 但是那个冰川 认为冰川的学派的学者就认为 它这样如果冰川下来 前面受到一个阻挡力 阻挡力以后 它向上敲 也可以向上摩擦 局部向上摩擦 也可以形成这个东西 所以通过那一次现场会以后 对这个黄山第四季冰川的事情 也还是 也没有真正一个结果出来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 关于黄山冰川痕迹的后续研究结果 我们来到了南京大学 在这里我们结识了 区域环境演变研究所的所长 朱成教授 他曾对庐山 黄山天木山等地区的地貌 和沉寂物进行过大量分析 但是他的发泄却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将近两年时间 对环山地区地貌 以及沉寂物调查 以及样品的分析结果 基本上证明 环山在底四季 没有经历过冰川的环境 朱成告诉我们 山体被风化波时后 会在山下沉寂 而通过对不同时期地层的沉寂物 进行化验分析的话 人们便可以由此大致还原出 古代的环境特征 但是他对黄山山下的沉寂物层 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 却没有发现任何冰川存在的证据 证据对黄山山下 底四季沉寂物的包粉学研究 我们没有发现在底四季冰漆时 黄山的地层中存在反映冰漆的气候的包粉 主要留下的是湿热的雅热带型的这些植物 凤阳 海金沙 那么这气候是比较暖湿的 既然在第四季冰漆时 黄山是暖湿的气候环境 不太可能形成冰川 那么黄山上那些备受争论的痕迹 也就不可能是冰川造成的了 黄山的冰川之论总算是告一段落 不过正如多年前 李子宫先生在这里提出 中国华东地区存在第四季冰川一样 如今又有科学家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或许科学就是这样 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只有在认知的过程中 一个又一个的发泄 高山云海 这里是北纬三十栋线上的一大机关 奇松怪石 他们叙述着天宫鬼府的神奇记忆 中国地匿探奇将与您一同改悟 风云变迁的黄山